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看看要同学们发现什么呀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几个汉字 那首先我们借助拼音一起来读一读 第一个字是利 好 后边呢 善 很容易 接下来这个是贡 嗯 后边这个呢 哦 血 好 接下来是肯 后边呢 哦 丑 好 那么这几个字有什么是需要我们来发现的呢 嗯 不要着急 首先我们来给它主词练习练习 利 我们可以说日利 嗯 那么每一天过去了 今天是星期几 是几月几日呢 我们看一看日利就知道了 啊 后边这个我们可以组词电扇 夏天的时候天气呀太热了 所以我们借助电扇可以吹来凉风 好 后边这个呢 哦 贡献 那么学校需要装扇的美美的 每一个同学都从家里带来五颜六色的花草 为学校的美丽做出贡献 后边这个呢 哦 正确 那学习的时候我们要认真 考试的时候啊 大家就都能写出正确的答案 好 接下来后边这个 肯定 嗯 当你做了正确的好的事情的时候 大家都对你表示赞扬和肯定 后边这个呢 哦 愁 发愁 嗯 当我们遇到一些难题 不知道怎么解决的时候 脑袋瓜里想不出办法 就会有点发愁 好 那么这几个字需要我们发现什么呢 嗯 我们这儿啊 请来了一位好朋友 那么他发现了一个小秘密 什么秘密呀 哦 他说 我发现力是由两个认识的字组成的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两个认识的字呢 好 请同学们跟着老师来看看 嗯 它的左半边是一个场 右半边呢 哦 是一个利器的利 好 那我们看看是不是别的字也一样呢 我们看看第二个 共 嗯 这个上下结构两个字你认识吗 哦 很简单 上边是一个工人的工 下面呢 哦 是一个贝壳的贝字 那么上下两个字一拼起来 嗯 就变成一个另外的字 共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 他们是怎么连在一起的 所以现在呀 请你来动动眼 又动动手来给他们找朋友 好 我们先来看看 这几个字是哪些 嗯 它们啊都是简单 我们学过的 那请你跟着老师来读一遍 心 心 宫 宇 场 角 月 好 第二行 立 背 指 护 时 秋 好 那么这几个字读完了 我们啊 一起来给他找朋友 那么两个好朋友连在一起 就能充满魔力变成一个新的字 那我们来试试 好 我们看看 心和哪个字能够连成好朋友呢 哦 原来呀 是心和秋 那么拼起来 上下结构的是哪个字呀 嗯 真棒 是丑字 好 那我们再看第二个 公和哪个能成为好朋友呢 哦 他的好朋友啊 离得特别的近 就是公和背 那拼起来是什么字呢 嗯 就是贡献的贡字 好 请同学们继续加油 我们看看第三个 语 他和哪个字可以成为好朋友啊 嗯 同学们都不错 他呀和护字 拼成一个半包围结构的 对了 对了 电扇的扇子 好 那接下来我们继续 场和哪个字能成为好朋友呢 嗯 我们刚刚讲的第一个字 就是他了 那是哪个字呢 哦 是日历的例子 好的 那么只剩下两个了 我们继续 那么这个角和谁又能够拼在一起呢 哦 原来呀 他的好朋友也很近 和十字旁 那么两个字拼在一起就变成了 嗯 正确的 雀字 好 那么只剩下最后一组了 就很容易了 怎么说呢 嗯 同学们真聪明 那么月和谁拼在一起呀 哦 和纸子拼在一起 上下结构拼起来就变成了 嗯 就变成了肯定的肯 好 那么像语文当中 这样两个简单我们认识的字 拼在一起 上下结构或者左右结构 或者半包围结构 相拼成另外一个字 组成一个新的字 这样的情况呢 还有很多 请同学们在学习当中 要多多的发现 这样啊 就能积累更多的字和词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说的 它们是怎么样拼在一起的 你看 日历的历 是这样拼出来的 后边 嗯 贡献的贡是功和贝 下边 肯 是上边一个纸 下边一个月 好 这边的字呢 稍微难一点点 不过拆开它们就很容易了 是户和羽毛的羽 好 下边这个是十字旁 再加上一个角 拼的读音也发生了变化 读作 雀 好 最后一个呢 是秋和心 上下结构拼在一起 就变成了丑 好 那么像这样的 你都会了吗 嗯 很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啊 要动动手 也要动动嘴 好 我们看看 这里有两个句子 可是句子当中啊 有个小括号 括号里面的字呢 不知道被我们藏到哪去了 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字说出来呢 好 我们看看第一句 它说 我们大家 什么喜欢打雪仗 嗯 这里啊 可能差了一个词 请同学们开动脑筋想一想 好 我们看看第二句 我和爸爸爬上了天什么风 诶 这一句好像我们在哪儿说过读到过呀 请小 请同学们仔细地思考思考 嗯 老师偷偷地告诉你 这两个字啊 实际上是同一个字 不过它们的读音不一样 好 你想到了吗 嗯 那么第一句 我们差的是哪个字呢 哦 是都 大家都喜欢打雪仗 第二个字呢 嗯 是爬上了天都风 很好 那么 你看看 这两个字长得是不是一模一样啊 嗯 那它们的读音呢 嗯 读音啊 是不一样的 好 那么这样的字叫做什么 你还记得吗 嗯 它们啊 叫做多音多意字 好 比如说这个字都 那么它读都的时候呢 就表示全部 嗯 我们都喜欢上语文课 我们都想出去春游 好 那么当它用作地名 或者表示其他意思的时候呢 我们说都 比如说天都风 嗯 再比如说北京是我们中国的首都 很好 那么这样的多音多意字 但是在我们的语文当中还有很多 请同学们一定要多多的积累 好 那么在这里 这个小朋友啊 他也发现了 他说我发现药田的字怎么样啊 请你告诉我 嗯 药田的字啊都是多音多意字 好 那么像这样的字就像老师刚刚说的 还有很多 比如我们说 嗯 今天要去春游了 我心里真高兴 很好 再比如说另外一个字 我们的家乡发展很快 到处都在兴修水利 那么你看高兴的兴和兴修的兴就是同一个字 只不过它们有不同的意思 所以呢 就有不同的读音 好 那么多音字以后我们还会提到的 好 接下来要讲的呢 是一些常用的好词和好句 希望同学们能够通过日积月累 在你的日记和作文当中写出更多更好的句子 比如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要学的呢 是一些形容词的词组 健康的身体 羡慕的眼光 寒冷的北风 遥远的地方 心爱的裙子 火红的太阳 啊 那么这一些呢 都是形容词的词组 为什么这么说呀 嗯 因为它们中间都有一个的 那么这个的和另外一个的 同学们一定要区分清楚 这个的呢 前边一般是用的形容词 在它的后边呢 一般是用的名词 好 那么另外一个也读的 那么它是怎么写的 你还记得吗 嗯 它呀 不是白字旁 而是呢 土字旁 实际上啊 这也是一个多音多意字 有时候我们也可以读地 比如说土地 好 那么在这里读得的时候呢 就是表示形容词 如果用它呢 嗯 我们就表示是副词和动词的连接 好 那么这一部分的词语积累 你都记住了吗 很好 那我们继续再来学习一个语文的小知识 就是我会填 那么填是填什么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我在操场上捡到一支钢笔 那老师先来填 哦 我在这儿填了一个句号 嗯 所以在这儿呢 同学们和老师要填的就是标点符号 好 那么标点符号是我们语文当中常用的表示断句的符号 它一般有逗号 句号 问号 感叹号 冒号 引号 等等 好 那我们今天呢 要复习几个最基本的 比如第二句 阿英是苗族小姑娘 那么在这儿我们要填上什么符号呢 嗯 同学们很不错 这儿啊 我们就填上一个小小的句号就可以了 这呢 是一个陈述性的句子 它既没有提问 也没有感叹 好 那我们再看看下边呢 李华今天怎么没来上课 嗯 看句子啊 有一个疑问 问什么呀 哦 问李华怎么没来上课 所以在这儿我们要填上什么符号呢 嗯 我们呀给他填上一个问号 表示是疑问的意思 那接下来最后一句呢 我多想有一只马良的神笔呀 你看 这个句子充满的是想象和感叹的意思 所以我们在这儿要填上什么符号呢 嗯 同学们真棒 在这儿我们可以填上一个感叹号 嗯 表示 我非常想拥有一只神笔 好 那我们在这儿学的三种符号 你都会用了吗 句号一般就表示一个句子一丝完整的结尾 问号呢 表示疑问 感叹号呢 一般表示赞叹 夸张 或者是抒情 好 那么接下来呀 我们再来填一填 这儿呢 老师就不提示你了 请你仔细地回顾一下课文 看看这些符号你都会不会填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答案是什么呢 妈妈说 那份礼物是给阿英妹妹的 在这儿我们填上什么呀 哦 我们可以填一个句号 好 后边接着来 阿英妹妹是谁 她在哪里 嗯 这里是连续的两个问句 是提问 那我们填什么符号呢 哦 我们得填问号 好 请你赶紧着老师一起来 嗯 一个问号表示提问 再来一个问号 嗯 表示疑问的意思 好 下边呢 妈妈明明知道我喜欢那条裙子 却不给我买 妈妈真小气 哦 妈妈真小气 这是一个带有情绪性的话 那么在这儿我们填什么符号呢 嗯 很棒 我们呀填上感叹号 嗯 好像有点生气不高兴的意思 埋怨妈妈小气 好 那么符号的练习 我们就先做到这儿了 接下来我们来读一首小诗 这首诗的名字啊 叫做谁和谁好 嗯 那我们看看 说的是什么呢 好 请同学们听老师来读一读 读完了以后 请你告诉我 读文说的是谁和谁的关系好 谁和谁好 疼和瓜好 他们手拉手 不吵也不闹 谁和谁好 蜜蜂和花好 蜜蜂来采蜜 花儿仰脸笑 谁和谁好 白云和风好 风往哪里刮 云往哪里跑 谁和谁好 我和同学好 大家唱着歌 一起上学校 好 那么诗歌我说完了 诗文说的是谁和谁好呀 嗯 说了很多 说了瓜和藤 说了蜜蜂和花 还说了蓝天白云 最后说的是谁呀 哦 是说的我和同学们好 嗯 那么这首小诗当中 不仅说了一些自然现象 还说了我的平常生活 那么在这些诗歌当中 请你去发现发现 是不是像诗歌描述的这样呢 好 那么诗歌的部分就讲到这儿 接下来呀 有一个小小的口语作业 那么口语交际是 如果我们遇到需要帮助的残疾人 我们应该说些什么 做些什么呢 请同学们把自己的想法说给大家听 请你的同学 老师或者你的家人 给你评一评 看一看哪些同学的想法好 好 那么这一个小作业 就留给你自己来完成了 那么我们今天的练习就讲到这儿了 下一节课 再见